大家好 今天给我家的虎皮囊托盘的时候 不小心碰掉了两条比较尽重的新芽 我打算给它进行移栽 看一下它能不能成活 首先 拔出来的新芽 这个切口我们一定要晾干 然后再移栽 我估计能成活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部位已经长出了根系 这证明根系就会吸收养分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用的土壤栽培 我们要根据植物的生长实性来选择土壤 虎皮囊根系是一些西根要求土壤 输送透气白水性好的沙子土 牛沙两份主要是白水透气性好 接下来两份专业的培育土主要是保水保肥富含有机制 接下来一份花生壳发酵付出好的主要是粒水性好 沙子土它有个缺点 保肥保水能力特别差 为了改变这种土壤性质 添加一些羊分 一起混合这个土壤 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这个土壤的腐脊质和有机制 使沙子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变强 让土壤形成更好的团列结构 更有利于后期这个虎皮囊的根系生长 栽培虎皮囊我们选择的花盆也是有讲究的 因为虎皮囊是浅根的植物选择的花盆不要太深 由于积水导致懒根 选择 矮一点的花盆就可以了 这两个新芽呢 给它放平 接下来呢就是给它浇透水 浇定根水的时候我们可以 添加一勺 快速生根粉 一勺对于其他而生的水 充分的搅拌进行 这种生根粉含了天然的核心生根物质 能促进植物呢 快速的长根 这样呢 才能吸收更多的养分 让这个新芽 正常的长叶 而生长 有没有花有移栽过这种虎皮囊的新芽的 如果冒芽的话 我们可以 讨论一下 然后呢就是把它放在阴凉 通风良好地方养护 过段时间 看一下它能不能正常的生长 好了 再见 再见